好 我们现在开始 我现在讲一下保来数码快速切切换订单 现在摩切的是一个圆 然后我们从这个圆切换到这个方 然后现在机器上刚刚停下来是切的是一个圆 然后我们切到这个方框 首先我们导入这个文件 打开 找到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我们来 来设置它的这个走指长度386 然后点确定 然后呢我们来抓这个抓取这个色标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点动 我们靠这个CCD相机来抓取 然后呢我们把它点动到 比如说出现在这个镜头的下方 比如说在这个显示器上看到 色标在这个绿色的这个框之内 然后我们剪辑鼠标右键 然后它会自动回到这个中间 然后我们来来来选取这个 在刀线图上来选取的对应的色标 然后来取取色标 取取完色标之后呢 这边就完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还要调一下这个调一下刀的这个间距 刀的间距呢在这个鱼刀这里 然后呢我们输入对应的现在这个呢是99 然后按确定 然后呢就能看到这个刀呢它会自动移到相对的位置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再回到操作界面来点减机 设置起点点减机开始 然后呢机器就会开起来 就是切换一个订单完成 就是切换一个订单来点减机